最後的話 如果今天輸出的結果 我希望不要給我看到這個公式 為什麼 因為像這個公式 明明裡面其實就三個字 但是背後存在isail裡面 卻要存這麼多資料 所以如果每一個都存這麼多資料的話 如果假設你按存檔 你會發現 檔案變得好大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你執行的效率變得很慢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怎麼樣 有沒有辦法把這一串公式怎麼樣 幫我改成VBA 也就是說在VBA處理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出來就好了 這樣的話相對的 第一個 存檔的檔案不會太大 第二個的話 執行效率也相對比較好 那只是說要如何把isail裡面的公式 轉成VBA裡面的程式 這一點其實也是大家應該 要慢慢去思考 因為畢竟可能有些同學對於程式 還不太熟悉 可是沒有關係 慢慢累積 其實有的時候 這個程式怎麼慢慢累積 其實就是藉由不斷不斷的 算什麼 不斷不斷的去遇到問題 解決問題 你就累積經驗 你慢慢就熟悉了 像剛剛我們錄製劇集的這種方法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你用錄製的嘛 這個其次的話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些範例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我們也講到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 那其中的話當然要怎麼轉變 我們可能要思考一下 Find函數 在Excel裡面是用Find 可是在VBA裡面 就不能用Find 好像我們151 那個151 截取瓜五之串裡面 有用到一個函數 就是把Find怎麼樣 轉成VBA裡面的哪一個函數 還記得吧 叫做INST INSTREE有沒有 還記得這個吧 OK 那這個函數的話呢 其實用法跟Find很像 只是說這兩個順序顛倒 先去找哪個儲存格 再找什麼樣的關鍵字 OK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來轉換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在Excel裡面有Effail 可是在VBA裡面沒有這個Effail 不過你可以用什麼 用邏輯去取代 也是一樣用If 那If的話特別注意 前面我們是If 然後End If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可能有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的話 那其實特別注意 你第二個If的話 特別注意你就不能用If開頭 因為只能一個邏輯 裡面只有一個If 其他的If的話叫做LIf 所以以後的話呢 後面第二個邏輯 比如說我要再去找理的話 那你可以用LIf 那再來一個的話再LIf 反正底下就是都LIf 加ELSE就對了 OK 最後一個就End If 架構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其他MID的部分 VBA一樣會有MID 那寫的方法我們來看 首先一 我們先切到VBA 二的話呢 那我就把怎麼樣 再增加一個SUB 所以增加一個SUB 乾脆我名稱 取名稱叫做年區路接道 後面沒有公式 所以拿這個來複製貼過來 沒有公式 Enter一下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的範圍跟上面一樣 所以拿這個來複製貼到底下 Enter兩下 打個NAS 那我們先處理G欄好了 那個F跟D 我們最後再處理 OK 因為G欄是最難的 怎麼轉過來 我們先針對這一欄 那怎麼轉呢 第一個喔 輸出到G欄一樣 就Sales 的I列的G欄 那我一樣要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最後的G欄 當然你如果不知道 你可以先打個空字串 好 那上面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就說 那我要怎麼知道 0這個字有沒有 所以我可以用去尋找 所以 有沒有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用 一個 前面用過叫VBA 你可以先打個電有沒有 INSTR 這個函數 然後去哪邊找呢 你幫我去 這個地址的位置這邊 所以地址的話是Sales I列的H欄 因為他放H嘛 所以理論上 如果在回圈裡面 你都打這樣 I列的H欄 找什麼呢 先幫我找一下 有沒有0這個字 OK 那其實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有找到的話 他就跟你講 第幾個字 可是如果沒找到的話 就是 他會輸出0 就是數字0 0的話就是找不到 所以呢 理論上 我們應該是不等於0 如果不等於0的話 表示有找到0這個字 前面加個1符 如果 如果 假如說 有找到 不等於0的話 就是你去找0這個字 假如不為0 那表示說 有找到0這個字的話 then 然後要做什麼 你幫我把那個 找到0這個字的位置 記在一個變數裡面 叫A好了 這個好像在前面 我們那個 有寫過類似的 那就是他的位置在A 然後就把他的位置 把它放到A裡面 所以你可以拿上面這一段 再複製到底下 也就是說找到位置的地方 放在A裡面 不等於0意思說有找到 等於0就是沒有找到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等於0 那表示說他沒有找到0這個字 好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等於0的話 那沒有0這個字 我想要繼續找0的話 怎麼做 跟各位講 很簡單 只要你打了這兩行之後 後面的程式 一律用複製貼就可以了 那怎麼複製貼 記得 1把這兩行複製 2的話 貼到這裡之後 請你在前面 if加一個else就可以 el else 意思就是有點像 這個是首先 那這個是其次 有沒有 其他都再其次 反正就是加這個就對了 然後只要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0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改成0 如果找不到0 那你就幫我找0看看 如果有找到0的位置的話 那幫我 麻煩幫我放在A裡面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請你再幫我找什麼 再幫我找區 所以一樣把這兩行複製有沒有 然後再貼到下面 然後怎麼樣 再幫我改成區 這邊一樣改成區 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前兩行 後面都是用貼的 那如果還有的話 所以你會發現 123對不對 如果還需要繼續找的話 沒關係 你就繼續找 el if 記得最後不要忘記 請你在結尾的地方 增加一個叫end if 因為這個邏輯必須要結束掉 如果沒有結束掉會出錯 OK 好 那我們就已經把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放在A了 反正不是0 不然就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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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理論上還有一個else 其實如果說你假設 你除此之外 你還要再增加的話 你可以在else else反之 反之是什麼 你可以再把A裡面的數字填上 不過目前想不到有else 反之 所以我們就不寫 沒關係 OK 好 好 那我已經做完林里區之後 那路接道怎麼辦 其實路接道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可以拿這個if 到end if 這個結構複製一下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改幾個地方 把林里區改成路接道 把A改成B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改 這邊改成 路 這邊改成 路接 然後底下改成道 然後記得 這個位置的話 把它記到B裡面好了 因為不能同時記到A 不然的話 把它蓋掉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後面的位置放B 所以 那我就知道說 這個 以後這一條 應該是直接什麼 加一個mid 輸出的話 萬寧接這幾個字 怎麼輸出呢 幫我從地址裡面 所以一樣 Sales ID的H欄 所以拿這個複製 複製 複製我習慣是拖拉加Ctrl鍵 然後H欄 裡面的話 痘點 要找到林里區的位置 所以記得 從哪個字開始 那就從A1裡面 記得A的下一個字 加1 痘點 又幾個字 從路接到那個字的位置 再檢調林里區的位置 這個規則其實跟前面那個還蠻像的 所以後光畫符一下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我先把它清空一下 清空完之後的話 那我再執行 那你會發現 目前當然我就寫這個路接到 執行 OK了 全部填完了 而且喔 你會發現游標放上去 上面的話呢 就只會是它最後的結果 而不會是一連串的公式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還有年跟區怎麼辦 沒關係啊 年跟區一樣嘛 就轉換嘛 它上面怎麼寫 你就怎麼轉嘛 轉 然後你如果不知道怎麼轉 你先複製 把它貼到底下 應該是輸出到D欄 然後呢這個是 以Sale裡面的寫法 可是在VBA的寫法的話 一樣的方法就是 VBA 電 應該是用Lapt 掛號 什麼資料 那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C欄 所以其實你可以這樣寫 Sales I列的C欄 這邊是有的I列的C欄 然後幾個字 痘點 三個字 不就OK了 那差別只是說 前面的這個是直接去丟一個公式 那這個的話是切完之後丟進來 所以你會發現執行 它應該會多一個啦 OK 這邊就有了 那裡面就是最後的那個數字 那區的話怎麼做 那區也是一樣 所以 區的話呢我們一樣 可以拿這個 這個來改 Sales I列的 這個把它Ctrl C 然後貼到這裡 就這一欄 F欄 裡面是什麼 本來是寫這樣 改成MID 錢瓜糊 然後去哪邊抓資料 區應該是從H欄 所以呢我就是把這個資料 改成H欄 然後呢幾個字 從第四個字 因為區剛好是在地值裡面的第四個字 要取幾個字 痘點 取三個字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呢我們D欄 F欄也都OK了 有沒有 然後再輸出看看 也有了 那差別是說 你游標放上去啦 你看不到上面有公式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喔 是換成用什麼 輸出公式這個啊 他輸出的話 那結果呢 就不是最後的結果 而是裡面的話 會是一連串的公式 而且跑的速度 相對會比較慢一些些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做完之後 請各位 這邊一串公式 這邊一串公式 那最後的話呢 請各位再自行 把剛剛三個Sub 變成三個按鈕 放在旁邊 所以第一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什麼 這個年區 入接到的公式 所以這個先做出來 然後把它改一下名稱 這個 然後我的習慣是 做一個之後把它複製 貼第二個 再貼第三個 然後分別把它重新指定 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叫清除 然後把它這個名稱改一下 那這個的話 重新指定它是 叫年區入接到 然後把名稱一樣複製 OK 所以最後做完的話 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邊增加一個 工作表叫VBA 然後呢 並且撰寫三段Sub 也就是在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分別1 2 3 最後的話呢 做出三段程式 第一 三個按鈕 三個按鈕 把它對應出來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執行之後 可以把它輸出 OK 這個輸出的話 當然會有兩種結果 一個是輸出之後的話 會是公式 另外一個是輸出之後的話 那就不是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今天的話 主要練習 就是把這個做完之後 一樣存檔 記得存檔的時候 記得要啟用聚齊的活業部 如果你這邊 記得喔 如果它跳出 是否存成那個 沒有聚齊的活業部 那你記得按否 然後記得改成要啟用聚齊的活業部 按儲存 再繳交 不然的話 會像剛剛那個 我們住家講的就是 有同學繳交的資料裡面 你的城市不見喔 記得喔 一定要啟用聚齊活業 這個很重要 不然如果你活業部 交 假設你用這個的話 存檔 那就完蛋了 你的VBA 就從此消失 而且就不回來 OK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一定要啟用聚齊 好 試一下喔